我朋友家那边也就没有怎么闹 就直接倒了 今天是第一个到 这把夹上去 我只需要上面倒 一个人的弹跳脸 我在看你在上面 那个弹上面 今天是2月11号 我们这个戏拍摄的连续的是第二天 实际上第三天 刚刚把孩子送到朋友家 因为比较早 像昨天一样 现在是7点30 不到7点20几 我们要到达的时间 call time 是8点半 所以的话 时间看起来可以 但是路上会很塞 就像昨天一样 所以估计会 有点点 我们要出发了 这边很多这种小酒店 做得像城堡一样的 就跟这个迪士尼的主题比较吻合 就是这样 今天来的比较早 那个要多谢我儿子 Chris 他比较配合 然后我也想怕他耽误嘛 所以就一早就把他就抱出来 抱到车上 然后到朋友家那边也就没有怎么闹 就直接到了 今天是第一个到 然后刚刚到这个休息室 然后 那个 这有个covid officer 然后待会给我测体温 开始运动了 一般我起来就会坐 但是 那赶着就没坐 没有 没有 没有吃饱他 然后吃点什么 就把他夹上去 就把他夹上去 这个人都弹跳脸 我跟他看你在上面 那个弹上面 放外面放那边 放那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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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 就是 就是从里面的我们就不要那一段就OK了我觉得 你只要那一块我往里面看的就是OK我觉得没有问题好嗯那就行 因为刚才没有跟我说呀 刚才说的是让我对我刚刚忘记了然后往就是转过去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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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没事我觉得是可以的可以衔接啊是可以我可以我可以一会就是先正面然后我再转过来转就有一个衔接了可以 而且的话呢本来之前你也是也是騙得把他说就是 这时候我在门外敲门 然后这是女儿的一场戏 演员欣童非常棒 她非常认真 然后表现得特别好 还有这上面有些玩具都是我家孩子 今天又快晚了 今天也是还蛮早的 其实五点都就拍完了 然后就是还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现在可以回家了 然后明天是休息 明天又可以去冲浪了 然后我们接着聊 等下第三天的时候 我们继续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